我们刚刚做到这个地方 透过表 透过一个这个叫做Table Calculation 我们可以计算出来它的Rank 这个Rank呢 这个Rank它只能排整个表 好,所以我先给你们看一下 所谓整个表的意思就是说 例如说在这里面我们有很多个子类别 第一名它是整个的第一名 这边Fons33万它是整个的第一名 第二名它在哪里呢 刚刚第一名是这个 Technology Fons第一名 那第二名在这里 Furniture的Chairs第二名 可是有时候我会希望同一个类别排一个名 比如说我会希望这个Furniture 然后第一名是Chairs 第二名是Table 第三名是这个Bookets 第四名是Furniture 所以怎么样去做排序呢 在这里因为它只能做一个表的排序 所以教你们一招 教你们一招 就是说假设我今天我去排这个排序嘛 所以我把其他我不用排序的先过滤掉 例如说我就把这个分类呢 放到这个Furniture 然后接下来把这边是不是会看到一个 家具 好打勾 其他两个都不要打勾 按OK 因为我现在表格只剩这四个 只剩这个类别的这四个子类别 产品 所以它当然会去做这个排序 可是如果你今天你是要完整呢 你要全部呢 对不起 它不能做到 我们必须要自己去写 自己去写Rank 好那怎么做呢 我先把这个Furniture拿掉 刚刚是不是写了一个Rank 再看一下 这个Rank里面其实很简单 它就是Rank1 然后呢 它很单纯一个Index 韩式 就这样子而已 好 那我把这个Rank1 Rank1直接搬到这个Label这边 直接搬到这个Test 好 然后接下来呢 这个Rank1啊 去稍微修改一下 修改我应该要以谁为主 好 我先修改它 我应该用特殊的Dimension 用什么为主呢 我要用这一个 我要用Subcategory Subcategory 然后接下来呢 我排序的依据是制定 就是 就是我今天我不是按照 这里面整个表来排了 我只有依照这个Subcategory 然后接下来呢 我是以销售的金额排 然后这个值 这个值 我选择加总 而且递减的方式 接下来我就按关闭了 您看一下哦 这边 在这个分类里面 这个分类里面 Furniture 它是不是有四个 四个子类别 好 第一个 Chairs 是不是排第一名了 下面这个就是我做出来的名次哦 然后第二名是不是就是Table 然后它只排到第四名 因为这边四个产品嘛 然后Office 这边办公室设备的第一名是Storage 有看到哦 Storage 这就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了 好 变成就是说 当你今天 当你想要排序 依照这个Subcategory排序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稍微注意一下 不是大分类里面小分类 去做排序 就必须要自己写函式了 好 所以给你们参考一下咯 所以新增栏位还是蛮重要的 好